投毒门事件后。 又来MH-17航班事件。 美排海倒海外交打压俄国。 普京,从未怕过。 时隔数年,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-17航班在乌克兰坠一世又有了新的进展。 据荷兰、澳大利亚、比利时、马来西亚和乌克兰五国调查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认定,当时这架载有298人的波音777飞机,在飞经接近俄罗斯边境的乌克兰空域时,受到山毛举地对空飞弹的袭击。 而飞弹发射系统则被指认为来自俄罗斯的防空部队,具体为驻扎在俄西部城市库尔斯克的俄军第53防空飞弹旅,不过目前尚不清楚究竟是谁下令发射。 据调查组公布的图片视频显示,当时有山毛举的空飞弹系统的发射车从俄罗斯一侧进入乌克兰, 而后面车队返回时,有一辆发射车上少了一枚飞弹,由此推测发射车可能对MH-17航班发射了拦截飞弹,进而导致飞机坠。 2016年MH-17航班事件调查组发布的报告数据,也显示飞弹被运送至乌克兰东部一座亲俄民间武装控制的村庄,这些设备在事后又被运回俄罗斯。 但是俄罗斯方面并不认可这些指控,俄罗斯外交部表示,俄罗斯已经向荷兰方面提交了当时的雷达监测数据,但是这些数据并没有被重视, 调查组使用了大量网民数据作为凭证,乌克兰提供的信息也被引用,而俄罗斯则被排挤在外, 俄罗斯甚至不能参与这项重要的调查活动。 俄罗斯国防部也声称,俄罗斯的防空飞弹发射车没有越过边界,MH-17航班失事时,雷达也未显示有飞行物从俄罗斯一侧飞向客机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,俄罗斯提出联合调查的建议,但是现在的事实却是俄罗斯被排挤在外。 尽管俄罗斯拒绝承认调查结果,但是美国却表示绝对信任结论,并且要求俄罗斯对此作出解释。 俄罗斯反驳称调查结果是政治化产物,有针对抹黑俄罗斯的意图。 当然这并不是俄罗斯第一次被定罪,之前发生的投毒门事件,也让俄罗斯成为西方国家集体打压的对象。 当时俄罗斯前双面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利,及其女儿尤利亚由于疑似受到毒剂攻击而住院,英国随后声称调查显示导致斯克里帕利妇女昏迷的是前苏联,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研制的神经毒剂诺维乔克,并将矛头对准俄罗斯。 俄罗斯当时也对这一事件予以否认,并要求英国方面公开证据。 然而时至今日投毒门事件仍然迷雾重重,斯克里帕利妇女的处境也仍然不为外界所知。 西方国家借用此次事件对俄罗斯开展了大规模的外交官驱逐行动,这导致俄罗斯的外交处境十分尴尬。 如今在投毒门事件仍然未公开真相的情况下,俄罗斯又面临MH17航班事件的指控,这可能会成为西方国家继续对付俄罗斯的一个疾口。 当然对于俄罗斯而言,此类事件其实也已经见怪不怪了。 西方国家习惯于打压俄罗斯,一旦有攻击俄罗斯的理由,就肯定会抓住不放。 今后类似的事件有可能还会时而发生,这将更加考验俄罗斯的耐受能力。 这些事件的结果不一定都会大白于天下,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通常都会被指认为凶手。